可以看到大家的压力很大 念观世音菩萨吧 念Om Ma Ni Ben Mi Hong 那是你的夜 注意听 夜像什么 现在有精彩的来的 这杯是咖啡 注意听哦 很重要的 我今天举了同一个例子 给很多的联友 咖啡 你们到咖啡shop的时候 他问你 你要哪一种咖啡 Black Coffee 黑咖啡或白咖啡 对不对 有人喜欢别人要喝牛奶的 就是White Coffee 好 那咖啡给你了 你一定什么 倒奶精 滴滴滴下去的时候 你看到什么 奶精开始融化了 对不对 拿个棒子这样搅一下 对不对 搅一搅 你看到咖啡 开始全部都什么 变成White Coffee 对不对 你就很高兴的 这样喝下去了 注意这个比喻很重要 我们的恶业就像Black Coffee 很多 我们深深思思 不管有意无意 造了很多恶业 就像黑的咖啡 当然各位也造了很多善业 所以我们会投胎做人 做佛教徒 但是你黑的咖啡比白的咖啡还要多 现在你念 就像滴一滴奶精下去了 你要一直滴 一直滴 慢慢滴了以后 当然还有黑咖啡跟白咖啡 一直滴滴滴搅一搅以后 全部就变成White Coffee了 听懂吗 这叫做早灯涅槃山 涅槃是这样证得的 涅槃不是丢掉什么 去找到另外一个东西 涅槃是把当下的这个世界 把心清静转变的时候 当下就是净土 极乐世界也在当下 但是你看不到 为什么 你满心全部都是黑的咖啡 甚至有时候 假如烦恼习近众的时候 看到别人都不太顺眼 对他微笑一下 然后你心里 这个人真是猪八戒 你看你的恶念还是起出来了 对不对 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念头的 所以你真的要用功 所以鼓励新加坡联友 你要念很多 你真的要用功 你得像刚才咖啡一样 一滴一滴一滴 对不对 你有一天一定会去搅一搅 全部变白咖啡的 你会很欢喜地喝下去 这个屁育不错吧 想一想 好 再看下面 南魔第九个 南魔大悲观世音 愿我素会无为蛇 这里的无为蛇 简单地说 它有很多意思 无为蛇就是无为法 蛇是宿舍 Dormatory 这是宿舍的意思 像房子house 无为法是什么 没有能锁的对立 No subject No object 我昨天讲 Non-dual wisdom 我们凡夫 我刚才讲 最难断的是什么 你的念头 你念头有我跟别人 这真的很难断 那真正要断的时候 要修波罗波罗蜜 请看下面 十 南魔大悲观世音 愿我早同法性生 这个法性生 就是法生 好 在这里法生 请你刮胡 祭宋虽然讲法生 但是它是指 法报化三生 都包含在里面 法报化三生 那一般我们用法生呢 比喻什么 太阳 或者月亮 千江有水 千江月的月亮 愿我跟一切的众生 都像震入到十五时的初一 一直在发展发展到十五 皎洁的明月 时间有限 我只能讲到这里 希望我将来也有机会 再讲这十愿 而更详细一点 不然我真的后面会讲不完 请看 我若像刀山 刀山自吹者 刀山从你来 地狱 刀山剑术 油锅嘛 六道 刀山 我若像火汤 火汤是指油锅 我若像地狱 地狱 大家知道 地狱很苦 我若像恶鬼 恶鬼像孤鬼用圆鬼 我若像修罗 我若像畜生 这是指六道众生 好 第一个 阿修罗道人都喜欢 拿武器跟人家打仗 所以他这里是辟域 刀山 是阿修罗道 对不起 阿修罗道在后面也有 他只是辟域 刀山在地狱也有 阿修罗里面也有武器 所以他的意思说 当我面对六道众生 他的所有的武器 或他的称心 升起的时候 怎么办 我有功德力 大碑的功德力 把它转化或融化 举个例子 我若像刀山 人家刀子坐在哪里 你念朗摩大悲观世音菩萨 六支大明咒 你会想 为什么刀子能断 刀子是铁 为什么能断呢 因为你的念力 还有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愿力 还有你念咒 或念佛号的功德力 这三个就让刀子断 那你说师父真的可能吗 有啊 上一次我来新加坡 看到报纸 现在不是要表演大魏魔术吗 拿一个这个 汤匙 对不对 它念一个念头一般 对不对 汤匙就转弯了 所以你看 世间演魔术的人 都有这个力量 但你真正禅修的人 念力很强的时候 它是可以改变外境的 第二个 所以当你发生火灾的时候 大家知道 普门品 待会后面也有讲 十六页底下最后一行 念观世音菩萨 可以消火灾 可以水灾 为什么 因为你灭除你心中 贪嗔痴的火 第三 我若像地狱 地狱为什么很苦呢 因为他们造恶业而显现的 他出不了地狱 但是你念六字大明咒 或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地狱就粉碎了 他就离开了地狱 下面 我若像恶鬼 恶鬼自饱满 这就前面我第一天讲 你若碰到鬼怎么办 对不对 有人说 我就念佛给他吧 有人说 哎呀 我看你去找星红法师吧 对不对 其实你应该生起大悲心 不要去怕 听好 鬼若会来找你 他过去一定跟你有缘 他不会无缘无故来找你 好 请看 有一个脸友问一个问题 师父 你第一天晚上说到 若遇到鬼 可以问那些幽民众生 有所求 如所有所求 我们无法满他的愿的时候 应该如何呢 以归一 这位脸友 溥义居士 你想以归一是你归一了呢 还是你知道这个鬼是归一啦 你没有写很清楚 我想是你指你自己归一吧 你说无法满他的愿 要看他用什么愿 他不会跟你要几千万的新币吧 当然有些鬼一定会要求 举个例子 在幽民问答录里面 有时候说 问到幽民界众生来 或他希望呢 他很饿 希望你煮东西供养他 当然你也可以煮东西 像拜土地公 或拜佛菩萨一样 他会吃到的 他吃不像我们这样 是咬起来 他是吸他的气 所以中原超度的时候 你看 有些食物 拜过幽民界众生 他吸气 他自然就会烂掉 所以他也可以得到食物 第二个 假如他缺钱 有些鬼 这次是蛮爱钱的 为什么呢 吝啬鬼 毒鬼 酒鬼 这些都是有夜显现 那他就会跟你讲 你要烧名字给他 然后而且你在烧香的时候 还摒白说 这个给谁 结果在幽民问答录以后呢 他一化现到地狱的时候 地狱上面就写 这个名字是给谁的 这是真的 有你的心显现 其实这是从世俗地讲 满众生的愿 所以你这个问题 我不是很清楚 不过我很努力帮助你 就是你所谓 无法满他的愿是什么呢 其实最大满他的愿是 改他的业力 你也可以劝他 某某众生 你很苦 但是我劝你念六字大明咒 你念 你也会有功德 当然你也可以念给他听 因为他不一定会念过 全新加坡人有几个人 会念六字大明咒 不一定啊 非佛教徒就不会念了 可是呢 注意听 当你念的时候 他身上的能量会改变 改变他的业力的时候 他就会解决他的苦 所以我觉得 虽然我们讲说 诵经做功德 回向给他 看起来很抽象 其实这是很真实的 真实是什么呢 他改变业力 就像你看 我们身体有影子 影子看不到 但是它是存在的 接下来再看 我若向修罗 恶心自调福 有些众生是称心很重 尤其你是个呢 在做生意 或遇到老板 或遇到有些脾气 你不好 动不动就误会你的人 注意听 当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 你心里念 先告诉自己 不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 告诉自己 不要生起称心 你知道他很容易发脾气 你也多尊正他 否则发起脾气 好事也会变坏事 这叫 我若向修罗 恶心自调福 人间也有修罗 这里的修罗 不一定使 在六道轮回里面讲 会有长翅膀 或是很凶 拿武器的这个战神 当然这是修罗道 但是这里的修罗 广义说 所有六道众生里面 称心很重的 都是修罗 你有没有看过狗 狗咬狗一嘴毛 有些黑狗 很残忍的时候 他咬人的时候呢 其实那就是 畜生道的修罗 了解吗 再看下一个 我若向畜生 自得大智慧 是说 当我看到畜生 畜生是很愚痴的 那你看到的鸡鸭狗猫 那你要念佛 祝福念咒 希望呢 我生生世世 不要堕入畜生道 而得到大智慧 这就是讲六道 那六道观音呢 我在后面会介绍 东密的时候会介绍 好 再请看上面 所以真正六道观音里面呢 新加坡很有福报 福牙寺里面就有一尊 如意伦观音 这个是东密的造型 好 再看下面 发愿应该注意下面几装饰 请你自己抄 这四个 五个 这是我的补充资料 第一 发愿不可以有口无心 不可以 好像开空头支票 你在发愿之前 自己先要谨慎地想一想 假如佛教徒发愿空口 有口无心 那很容易变成妄语 所以 当然愿有总愿 也有别愿 比如说我们发 众生无边 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这是总愿 很好 你发了愿以后 就应该要有具体改变自我的行动 这是很重要 所以 佛教徒发愿 不要让人家嘲笑 你们都是光说不练的 华人有时候有这个习惯 有空啊 好久没见到你啊 有空啊 我们来吃这个饭啊 谈一谈啊 讲了又不定日子 没问题 没问题 我请客 我请客 待会我忘记 我忘了带卡 其实你是假假的 这样会变成妄语 不可以 十善业道里面讲 不妄语 所以你发了愿 第一个先想 我能不能做得到 我发了愿以后 就要有具体的行动 这是我要提醒的 因为我劝你们发愿嘛 我劝你们见观世音菩萨 发愿见阿弥陀佛 所以 我宁愿讲清楚一点 不然你到时候呢 全部呢 看到真的假的呢 通通email来问我 所以注意听啊 第二个 有愿而无 妄造心 你发愿我要见观世音菩萨 变阿弥陀佛 这是可以的 但不要有妄造心 妄造心就是什么 常常打妄想 很急躁 管世音菩萨 我要看你哦 你怎么没来啊 我要见你啊 你怎么还不来啊 你的心太急了 你是看不到它的 要见佛菩萨 心要很宁静 举个例子 上面有月亮 现在有湖水 湖水假如一直动 请问你看得到月亮吗 看不到的 所以你的心要宣训练 很宁静 这叫不要有妄造心 妄就是打妄想 造就是很急 你越急 越看不到观世音菩萨 你可以发愿 就好像你发愿天天去 极乐世界 天天发 天天发 不要急嘛 你还没有往生啊 阿弥陀佛还没来接你嘛 所以注意听 不要急 第三个 有大愿 而不能有所求 求什么 求的啊 我呢 希望赶快表现自己 修行好一点 或是有所求 佛经理常常无所求 可是你又说 师父啊 待会你要介绍观音菩萨 求男孩得男孩 求女孩都得女孩 这有没有冲突 答案没有 他讲两个不同层次 注意听 从世俗地的角度 我们要求健康 长寿 消灾 免难 求男得男 求女得女 观音菩萨的确满你的愿 在普门品也满你的愿 在愣眼睛耳根源通章 也说满你的愿 但是你不是要只求这个 你还要求什么 求三昧 正三昧 求成佛 得成佛 三昧而成佛 这是无上的菩提 他要有般若的智慧 所以般若叫无所求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世间都有所求 举个例子 新加坡人做工都很清楚 来我们讨论 What's the project What kind of profit I can get 意思说我们这个研究计划 我得到什么利益 没有利益就甭谈 世界人做事就是这样 在世间认为合理 可是佛门刚刚好颠倒 你要无所求 无所求越不执着 你的功德越大 师父有经论更迹 在般若经 举个例子 我现在供一朵花 供养观世音菩萨 我心很虔诚 很清静 你无所求的话 你可以把一朵花 变成观想 七朵花 十朵花 三千大千世界 都是花 那你的功德很大 但是假如你有所求的话呢 你就会执着在一朵花 然后再看看 观世音菩萨有没有拿 大家坐过来习惯 今天怎么没有浇水 然后呢 佛堂没有照顾好呢 枯萎了 你就发脾气了 你看 你就火烧功德灵了 所以你的功德就变很小 为什么 因为你很执着 有所求 所以讲无所求是什么 断你贪功德的心 了解吗 我要说清楚 有分三层 第一层 佛经常常会说 哎呀 你不要造恶业啊 不要造恶业 要守五戒十善 既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啊 第二层呢 告诉你要发大愿啊 华严 法华 很多功德啊 你看大春庄严 保王金 也很大的功德啊 为什么 佛是善巧方便 真正的功德是什么 你连做功德的心都不执着 第三层才是真正最大的功德 像太阳一样 光芒可以骗照三千大千世界 了解吗 它是有层次的 第四个 有大愿而不要炫耀的心 有些连友也很精进 可是有时候来见我呢 他会说 师父你讲普贤三冤品哦 我是好学生耶 我虽然很忙哦 可是我就不知道 我一下子就念完了耶 就这样微笑看着我 其实我知道他希望我讲什么 可是我就是故意不讲话 我也笑着看着他 他气死了 就走了 还有一个连友 我曾经在双林寺讲法华经 说要发愿 发愿之前呢 刚好我坐在旁边 那不小心有很多连友 跑过来供养我 他就 我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再出来 出来也没关系 不要不高兴啊 师父用你的例子 我没有讲你的名字 但是呢 用你的例子呢 可能会度很多众生法 你会有功德 他就拿了一个红包 跪下来 愿新红法师长久住世 愿夺带新交 马来西亚的连友 请你去红法 愿佛日真辉 法轮长转 他唱得非常庄严 然后我就说 你可不可以快一点呢 师父等一下等一下 你不要急 你教我发愿的啊 对不对 我说发愿 你不一定在念给我听啊 我说你往后头看一下啊 对不对 有这么多的连友等着我 而且我们快要讲经了 我说发愿是在佛前发 那你升起这个愿心就有功德 他说等一下等一下 师父你要有耐性啊 哎呀 这个连我 这个连我 你要有平等心啊 你不是十大愿这么说吗 愿佛日真辉 法轮长转啊 愿你生生世世长命百岁啊 然后我问着他 我心里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然后我就念 我说怎么样 终于念完了吗 哼 他就走了 哎呀 很惭愧 你说他的心好不好 真的很好 可是他有炫耀的心 show up 这样的话 功德并不大 变小了 所以发愿 不要炫耀 甚至我在讲阿弥陀佛 四十八大愿的时候啊 我公开也讲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 甚至有人跟他说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 我发四十九愿 那叫狂妄心 你根本不知道 四十八大愿的意思 了解吗 还有 还有另外一个 五十愿的 那我问你 这样加下去 要多少愿啊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 是释迦牟尼佛 为这个世界众生 浓缩而说的 事实上愿 是无量无边的 你真正去读 每一愿 都有无量无边的意思 只是把它归纳为四十八愿 那假如这个连友发四十八 明天他发四十九 那后面呢 是五十 这样子嘛 数字比赛 其实都是傲慢心 狂妄心 注意听 摩赫波尔波罗蜜经说 菩萨生生世世修行 尤其是由波尔波罗蜜 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焦慢 我最有功德 举个例子 法华经也是这样 如果听到法华经 都是多声多简 你看 我就每天送法华经 那些都没有修法华经的 你看 他们修得比我差 你是最大的傲慢 傲慢 你会遇到魔障的 真正呢 修呢 待会我还会讲 哎呀 太多要讲 很精彩了 十八页里面 请翻译一下 十八页 二十行 大悲心 陀罗尼出向 有十种心 请看 第六个 恭敬心 第七个 千下心 真正大悲心中 念得好的人 一定很谦卑的 很恭敬的 知道吗 要从这里去努力 真的 好 再翻回来 请翻回来 再看幻灯片 所以不要有炫耀心 菩萨道很难修饰 因为最大的魔障 是在你的烦恼 佛的力量 一定大过于魔 当然魔障有很多类 心中的烦恼魔 身体的生病的病魔 在止观里面讲四种魔 第一个 心中的烦恼 第二你的生病 也是魔障 因为你想用功 结果生病了 这其实障碍 第三 外在的恶缘 第四个 才是讲天上的天魔 释迦摩尼佛成佛的时候 你有发现 魔王来视线度他 来考验他 对不起 不是度他 讲太快 对不起 阿弥陀佛 魔王视线呢 就三个魔力 来诱惑他 对不对 在佛的眼光 这一照呢 不静观了 三个像白骨骷髅啊 魔力就跑掉了 表示佛降伏了什么 自己的贪心 第二 魔王千万的魔君 射箭啊 全部射过来 释迦摩尼佛 这个变慈悲心 入慈心三昧 所有的射箭 都变成了莲花 降伏了什么 称心 魔王非常的生气 这个释迦摩尼佛 太厉害了 怎么办呢 你们各位有过来看呢 宗沙仁波切显得 小佛佛 这里就有表演这一段 魔呢 变成释迦摩尼佛 跟着一样 抓住了佛陀 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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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了 他喊着 高达 就是 释迦摩尼佛名号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佛陀说错 你从来伤害不了我的 为什么 因为我本来就无我 魔那一声 啊 就不见了 那佛是什么降魔 空性的智慧 降魔的 所以第三段 代表佛降伏自己 内在的 痴心 你要从这里去思维 佛为什么能降魔 我们每一个人 昨天小朋友 我们为赛姐 会讲八相成道的故事 但你没有去思维到 第一个 魔女 我做一个总结 魔女代表呢 外面的境界 会不会诱惑你 佛是调伏自己的 贪心 他不会为外界的 欲望而动 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贪念了 第二 千万的魔君很恐怖 像刨山大海一样 对不对 那佛也不动 代表佛降伏自己的 称心 所以 魔君化这个射过来的箭 都化成莲花 第三个 魔王陷在面前 抓着他 你是不可能走的 佛说你是不可能伤害我的 为什么 本来就没有我 所以佛降伏了 内在的称心 最后 佛 阅读明星 就真正成了佛 当然佛的 成佛的境界是非常高 在华言经理想的不可思议 可是我要说的是 最大的魔障 是来自你的 我执跟炫耀心 所以各位联友 谦卑一点 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有很多的修行人 其实你真正的想 其实我们修的都很惭愧 在没有成佛之前 谁也都不要嘲笑谁 但重点是什么呢 你有菩提心 你有正知正见 你有精进的心 还要有惭愧的心 这样子的话 听好 天龙八部看到你 都合掌 他说你真正善哉善哉 你是释迦摩尼佛 如理如法的弟子 请看第五个 有大愿 而不要有执着的心 这个是要学 般若波罗蜜 好 再看下面 观音十二大愿 出自于法华经 普门品 请看 观音菩萨 观声音而拔击 火灾 水灾 罗刹 刀杖难 恶鬼难 枷锁难 跟怨贼难 我就不讲了 因为新加坡很多连友 都听过普门品 好 我要讲的重点是第二个 观心拔击 异业离三毒 离淫欲心 离称慧心 离鱼吃心 现在的众生 很有福报 但是现在众生 烦恼也很强 不瞒各位说 这几天 尤其这几一两年吧 很多连友来见我的时候 我都很谢谢你 相信师父也尊重我 我自己是一个宗教师 当然我会保守你的秘密 但是我觉得 现在的社会 这个劈腿 外遇 跟第三者 是很麻烦的问题 你知道吗 现在的fashion magazine fashionable magazine 很多时尚杂志 都喜欢去标榜 很多特殊的例子 既然呢 我看到 无意中看到 他说 这年头啊 没有一个男人 不劈腿 没有一个女人 不外遇 哇 我看到这个标题 我很supply 表示说 现在众生的烦恼 五欲很强 我做一个极端的例子 你不要介意 请各位深呼吸一下 全世界你知道吗 经济不景气 师父是受过外国教育的人 挺好 我有opening mind 但是我是一个出家人 我爸爸也是军心教官 所以我也很谨慎 我自己的行为跟品德 你知道全世界 虽然经济不景气 你知道全美国 最赚钱的是什么呢 色情行业啊 成人电影啊 对不对 佛教徒不可能叫 三千大千世界 都没有这些 注意听 尤其要教你的小孩 也要教育你自己 三千大千世界 不可能没有这些 成人杂志 这支电影 但佛教徒要训练的是什么呢 叫你的心 不受外境影响 这个很重要 所以南传佛教 为什么要教你修不敬观 白骨观 为什么要念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若有众生多于称慧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若有众生多于鱼吃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你要训练自己 不要受外境影响 我在台湾的时候 曾经要做很多的功德 我曾经问很多的老菩萨说 老菩萨 现在师父要出DVD 你要不要发心 他说好 那我们现在要做网路基金 他说 你要不要上网做一些功德 他说师父 我才不要网路色情这么多 哪有功德 我微笑了一下下 他看到的只是一半 像看这里 麦克风 只是一半 他没有看到网路也利益 无量无边的世界 当然他很难升起功德 以前传统呢 做法会 拜良黄灿 大家愿意出钱 可是以前的佛教徒 一天一天要办教育跟文化 也都不愿意出钱 可是现在大家上了佛学班 慢慢进步了 知道佛法没有教育 是没有人才的 那为什么这个老菩萨会想到说 网路没有功德呢 因为他看到的都是网路黑暗的一面 那同样的 注意听 你不可能叫小朋友 不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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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反过来应该教他 哪个是好的 哪个是坏的 还有你要训练你自己的念头 这才是佛教徒要学的 对不对 所以不可能全世界都没有红灯区 人性丑陋的地方 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佛教徒 看到这些众生要生怜悯心 所以听好 佛经在大乘经路呢 常常举贪嗔痴 举三个最极端的人 贪是指谁呢 妓女 记不记得 莲花色比丘尼就是妓女啊 可是呢 他出家修不进观 就证阿罗汉果 你看 佛就可以把一个妓女度为圣者 所以可见他也有佛性 所以贪心佛举妓女 称心呢 是指呢 是谁呢 猎人 鱼吃心呢 是指渔夫杀生 哦 对不起 我讲太怪了 贪嗔痴 贪是妓女 哦 称呢 是猎人 或渔夫 鱼吃呢 是指小偷 小偷鱼吃 常常偷别人的东西 因为他觉得 我偷到别人的东西 就可以得到好处 他不知道 偷别人的东西 是越来越苦的 所以 当我们遇到自己 贪嗔痴很强的时候 听好 不要难过 也不要 放弃 没有存活之前 每个人都有烦恼 没有存活之前 每一个人都很丑陋 谁也不要像谁 师父也有烦恼 我告诉你真话 但是不同的是吗 我心中有佛法 我有界定会 我有察觉的心 我会学着控制自己 调伏自己的心 真正没有佛法 没有烦恼的话 你一定正出果 虚陀还 二果 三果 到四果 阿罗汉的时候 你一定炫在虚空里面 你不会坐在地板上 所以 遇到自己 贪嗔痴 烦恼痴 生的时候 不要难过 放声大哭也好 所以你要懂得 原谅别人 因为每一个人 都可能会犯错 这是我想要说的 希望各位 好好想想这一段话 所以自己能够控制自己 学习佛法 控制自己的心念 是很有福报的 但是面对妓女 渔夫 恋人 跟小偷 你更应该生怜悯心 有智慧的帮助她 你不要说 哎呀 师父我度众生啊 今天晚上你出给浪 去走一走 你真的度众生吗 一个女生就把你度走了 对不对 一个帅哥呢 就把你拐跑了 所以度众生很不容易啊 是不是 发愿 遇到那些众生 要生怜悯心 知道吗 你也劝他念观世音菩萨 所以要有勇气 不要做第三者 这个主题 我就谈到这里 下面一个 请看 观 深求求饮 观世音菩萨很慈悲 所有在轮回的众生里面 除了出家众 严守戒律 常修清静犯行 在家人一定希望你多子 多孙 多福气 观世音菩萨也很慈悲 你希望有福禄受洗 所以你求男孩的男孩 求女孩的女孩 我台湾就有几位联友 都是拜观世音菩萨 所以他呢 生出的娃娃或是孙子呢 都是很有福德跟智慧的 女孩子第一听 端正有相之女 是说生的这个女孩 人家看到她的女孩 会生恭敬心 欢喜心 这个是很重要的 有些女孩很奇怪 人家看到她 就会打妄想的心 这表示她心不清静 过去是从不好的 这个六道当中来投胎的 那你念观世音菩萨的话 你生的这个女孩 她品德会很好 也很正派 所以我说一个笑话 这个你要常常念观世音菩萨 这样子的话 你调伏你自己的烦恼 你的家庭才会和睦的 否则现在的孩子 各位呢 是越来越新潮了 要么就是酷哥 要么就是辣妹 对不对 要么就是帅哥 又是美女 我也有点担心 未来的出家众也很危险的 是不是 那在过这样挑战当中 你要懂得控制自己的心 第二 假如你真心拜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一定会送一个 跟你有缘 福德智慧之男来你家 那很高兴 为什么 他从小就有智慧 不用你操心 甚至呢 他会成为你修行上的伴侣 第二个 你若是生到呢 端正有相之女 他的品德也像观世音菩萨这样 很慈悲 有智慧 那你一生也不用操心 有些人特别操心自己生了女儿 然后呢 然后或是孙女 出去会不会变呀 占便宜呀 或是呢 碰到坏人 其实你担忧没有用 你叫他念观世音菩萨 这是很重要的 好 讲到这里就知道 观音十二大院 真的很了不起 好 再看下面 请看 印度像幻灯片 印度达伦萨拉的大殿 是西藏法王的大殿 它全部是用银 镀金 镶满了珍珠 钻石 宝石的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那所以因为他虔诚的供养 所以他有这样的功德力 当然这是西藏的风格 我只是这样介绍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七页 第八行 受持大悲神咒的功德 各位有经文 我讲快一点 请直接看经文 第一个 有往生进佛国土 当观世音菩萨他发愿说 发了大悲神咒 这个愿以后 前面讲南摩大悲观世音 十个咒以后 他说发了这个愿呢 还要念我的老师的 他说至心称念我的名号 这里的我的名号 就是指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也应该念我的老师 本师释迦摩尼佛 然后呢就送此陀罗尼 请下面画起来 一宿送满五页 一宿就是一个晚上 有一个脸友问我说 师父我听经第一天你提到 大悲神咒要念五遍以上才有效 请问你根据什么准则 就是这边的规定 不是说念一遍两遍没有用 而是说观世音菩萨 注意听 他度不是只有度人间 他度六道的众生 你要想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要你一天 至少要念五遍呢 因为我们第一遍常常是散乱心的 第二遍第三遍呢 才心定下来你就结束了 你念五遍以上呢 你的心会比较专注 念力强的时候功德力会大 所以师父不是说你念一遍跟两遍没有功德 我没这么说 而是依据经文 至少一次要念五遍 所以我们桑叶金色共修是念七遍的 你要念十四遍更好 二十一遍更好 甚至有要很精进呢 念四十九遍跟一百零八遍 发愿吧 再切下来看 一次呢 念满五遍 就可以灭除身中百千万一劫的生死重罪 观世音菩萨赴白言 白千光王进驻如来说 世尊若有诸天人 诵慈大悲神咒张聚者 临命忠实 十方诸佛皆来授手 遇生哪一个佛国徒 谁愿都能往生 这一段我画个一条线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请做一个记号 好我要多说几句了 我从2003年来到新加坡 感受到很多人真诚的求法 我很感动 所以这几年大部分的园都在这里 但是说真话 我也觉得很多想法跟做法很奇怪 我去了世界十八个国家 你们或许只是在这个团体或这个国家生长 当然你没有去别的地方旅游 可是我觉得新加坡有时候 不论在家跟出家有些知见 可能要小心一点 我发现新加坡的某些法师或是居士或是从其他国家来弘法的法师 常常很容易有意或无意 或小心或不小心 都很容易 棒法 这一点我得提醒你们 为什么 举个例子 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十方佛国土都能去 我们不是前几天讲吗 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十方诸国土 无岔不现身 可是我发现有些弘法的法师 故意要贬低或毁放阿弥陀佛净土 来抬高他的净土 其实这样是不好的 我没有讲哪一个人 我是对法而说 有些连友会觉得说 这个比较殊胜 那个不用修 其实这样也不好 法门是平等的 金刚经讲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所以不要毁谤任何的法门 更不要毁谤西方金融法门 弥勒菩萨下身 也会讲无量寿经的 他也会讲法华经的 也会讲华严经的 你干嘛总是跟 释迦摩尼佛老人家过不去呢 你干嘛总是跟阿弥陀佛过不去 就是要毁谤阿弥陀佛呢 你不要认为你在弘法 其实你在弘法 这点我必须讲真话 举一个例子 新加坡国立大学 假如我是一位英文老师 大学里一定有很多不同的老师 英文当然很重要 科学很重要 历史也很重要 化学也很重要 难道我跑到校长跟他说 Hello Principal 你从头把所有的课程都去掉 只教一个英文课吗 你可能这样吗 不可能的吧 同样的 佛法有这么多的诸佛菩萨 有十方的佛国土 释迦摩尼佛在这边宣说的证法 都是表示任何一个法门 都跟这个地球的众生有缘 所以有一个脸友问说 师父我若受持钥匙咒 在念大悲咒 六字大明咒 有冲突吗 没有冲突啊 我也看到你们的广告啊 这个法会结束以后 有法师讲钥匙法门 很好啊 不过不要忘了要帮我回向啊 谢谢 没有开玩笑的 所以你不要拿一个法门去攻击另外一个法门 其实你犯法的罪过比你修的功德还多 这一点我要真正提醒你们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 在你们这个国家很特别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我们台湾就不会这样 你多读一些经论你就知道 事实上所有的法门 都是适合所有的不同众生嘛 举个例子 你又问 我一个是东方净土 另外一个是西方净土 这样有冲突吗 如何修呢 其实这个问题我回答在 宽记念佛堂 记中要流通的四十八大院里面讲 红一大师就是正著双修啊 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也弘扬药师法 他也弘扬戒律啊 他也弘扬地藏法门啊 他一样往生啦 我想你这个例子就变不过我吧 任何一个法师都变不过我的 因为红一大师就真的往生了嘛 那你只要说念药师之后 不能去极乐世界 谁说的 你可以去的 所以念药师经 灵命中有八大菩萨 注意听太精彩 我要给放一张幻灯片给你看 哎 这个是很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 否则呢 你认为你修得很好 其实你都敌不过你 棒法的罪业 看这里 极乐净土八大菩萨 这里面的八大菩萨 就是阿弥陀佛中间 看 观音跟世智 文书 普贤 地藏 弥勒 除盖帐 跟虚空帐 八大菩萨 都会来接你的 所以 灵命中的时候 这八个菩萨 都是大菩萨 无我 他会有神通 照着你 看你过去 现在 未来的因 看你每天 发什么愿 假如你真的要去 药师佛国土 他一定会送你去 药师佛 然后 药师如来 药师海会佛菩萨 药师佛 以及日光菩萨 月光片照菩萨 就会出现了 Welcome 一定会这样的 你放心 阿弥陀佛 不会说 Hey stop 你走错地方 来这边吧 笑死人 这叫以凡夫心 解释佛字 不是这样的 我刚才讲 佛跟佛 都是无我 怎么会抢信徒呢 所以我有时候 听你们 一些人流通佛法 是不太完整 甚至说 不太正确 好 再看 翻回你们的讲义 我们刚才念的 来 请看第七页 第六行 现在翻 请快一点 第七页 第六行 观音菩萨 普于十方 诸世界 熄灭众生 什么 邪见心 你刚才的是邪见 这个很容易 犯在佛弟子身上 所以有两种人 最容易办法 第一个 外道 第二个 你的恶缘 遇到的不是善知识 学的佛法不通达 你就容易办法 当然你可以专修你的法门 你不要诡谤其他的法门 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正法 所以我觉得 你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这个问题 所以灵命中的时候 假如你的愿望 是要去极方 极乐净土 那阿弥陀佛也现前了 灵中八大菩萨 一定会来接你 再看这趟幻灯片 阿弥陀佛中间是 报生佛 坐着的 下面底下 你有没有看到 云的端 有一个光中化佛 阿弥陀佛呢 就来接迎你 那你的神是从最下角 就像彩虹一般 就上去了 所以灵中八大菩萨 都会送你去 十方佛国土的 关键是在哪里呢 请翻回讲义 第十七页 第十三行 是你的愿力 要去哪里 这才是关键 所以 因此 以信愿型的角度来讲 你每天都得发愿 了解吗 像我虽然很忙 我出家二十一年很忙 可是再怎么忙 再怎么忙 每天晚上 我静坐完 我都一定会发愿 愿我灵欲命中时 敬足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吉德往生安乐畅 因为我的愿望 去极乐世界 当然到了极乐世界以后 有片共诸佛宴 当然我会拿着大宝莲花 到十方佛国土 去看你们的 如果你们在 弥勒菩萨内院 我也告诉你 Hello Did you remember me? 你记得我吗? 你在东方药师净土的时候 我也会先供药师如来 然后跟你讲 Hello Nice to see you again 你看 我就有心量去看你 对不对 所以念大悲神咒 绝对可以往生 十方佛国土 欲生何等佛土 随愿得生 请把愿化起来 所以你每天要发愿 那若有众生 要往生其他佛国土 也很好 你要祝福他 对不对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去毁谤佛陀的法门 这是很重要的 好 讲一个故事 做一个总结好了 因为下面一切所求如愿 要讲的东西很多 我觉得这些观念是很重要的 总比你呢 赶着呢 也有人有问我说 师父你讲了这么久 怎么还没进入经文 其实我每天都在讲经啊 不要那么急 耐心一点 然后呢 我在圆光佛学院 对不起 就曾经有一个学生 对不起 不要说他名字 他呢 修药师法门 那我当时修他们净土的时候 也是这样 带他们打佛妻 但他常常会有一个烦恼 就是人家呢 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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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念药师如来 药师如来 药师如来 你谈一谈 他说老师 我上你的课 非常的赞叹 我看你弘扬 阿弥陀佛 广大无边 我要学你的方法 弘扬药师法门 我说很好啊 但是啊 你太固执了吧 打佛妻的时候 人家就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嘛 你假如不欢喜念 你心里念药师如来 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拿 药师佛的名号 去顶人家阿弥陀佛呢 其实药师佛 跟阿弥陀佛 两个都很好 从来没吵架过 是你呢 用声音 跟他们两个吵架 这是什么 注意听 用自己的我执我见 抓着 然后告诉别人说 不要修这个法门 其实这样 弘扬不了药师法的 了解吗 你没有药师佛萨的 大悲愿心 你想想看 释迦摩尼佛 在介绍十方佛国度的时候 介绍无量寿经 或阿弥陀经 或赞叹药师如来 甚至呢 这次我讲经 也会在八月十四号讲 法华经 在佛教经营总会 会公开赞叹 普贤王菩萨 跟弥勒菩萨 师父你不是 有阿弥陀佛吗 怎么又供养 占了弥勒 弥勒菩萨很了不起啊 你读 《般若波罗密经》啊 现观庄言论 都是弥勒菩萨说的 瑜伽师地论 都是弥勒菩萨说的 我也拜弥勒菩萨 所以法门是平等的 佛菩萨绝对不会抢信徒的 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所以注意听 任何一个法都不冲突 但是你要选择 对于其他人修行呢 你要随行 最后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佛为什么要开这么多法 有人也会生烦恼 师父 你每次来我都很高兴 你都开了很多功课 我的心脏都快受不了了 一年加一年功课 不是这样学的 听好 我是法师 我有责任呢 像中药铺的老板一样 介绍各种药方 给一切的众生 有些跟观音菩萨有缘 有人跟阿弥陀佛有缘 有人跟地藏菩萨有缘 有人跟药师如来有缘 有人跟米勒菩萨有缘 有人跟六字大明咒有缘 有人跟金刚圣佛教有缘 有人跟东命有缘 那我就像药铺的老板 对不对 我有责任 每个药方都要学 不同的治病 体质不同 我也要教人家 结果我发现 有很多可爱的脸 有两个方法 第一 只选一个 十全大火丸 其他通通都丢掉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什么 老板 所有的药通通包起来 我都要吃 结果我问你 那这样的话 只有两个结果 一 要么你就金刚不坏生 第二个要么就要到命除 是不是呢 这故意 这个批语很有趣吧 所以当我们发愿 南魔大悲观世音 愿我素知一切法 它是一个方向 的确你要度无量的众生 要学无量无边的法 假如你只懂观音法门 很好 可是你必须开悟 真的出地欢喜地菩萨以后 你才会通达一切的经论 你还是要学的 一地二地三地 在华言 在法华会上 乃至于在大乘庄严保王经 注意听 除盖障菩萨 八大菩萨也站起来 问世家摩尼佛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 修得这么好啊 你还是得要学习的 所以它是有阶段性的 所以佛陀发愿 法门无量是愿学 绝对没错 但是对你而言 你现在不学没关系 但是要尊重其他的教法 好不好 想一想师父今天讲的话 佛真理 棒法的罪悦 是比你修的功德啊 还要多还要多的 那来生去哪里呢 阿弥陀佛我就不太清楚了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好 请翻开第八页 因为有一点晚 十点二十分了 我考虑到很多老菩萨 所以我们只念一句回向文 请看第八页 第二十行 只有一句 这是所有华言经回向的 总回向祭送 回向是在我们的心 所以可以可长也可短的 最重要在我们的愿心 好 请看幻灯片 现我们所有的众生 灵命中时都蒙佛接引 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也祝福你 你要去东方 要是进度也很好 你要上身迷了内院 我也祝福你 好 请合掌 第八页第二十行 一起念 我此福贤书盛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瓦如亮光佛唱 好 今天奖金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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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